陈毅甫是曾经的码头城市 也是结合三个文化的地区 是前往兰娜东边之门户 更是通达邻国的通道 陈毅甫被称为水果王国 应有尽有 实至名归 从陈毅甫到曼谷 公路路线约491公里 铁路路线约485公里 北方与帕府和南府相邻 南方与彭氏洛府和老挝相隔 西边与苏克太府相近 陈毅甫一共有九个县 陈毅甫直辖县 披才县 德伦县 腊梨县 塔巴县 南博县 法他县 曼科县和汤县肯县 陈毅甫约有45万人口 陈毅甫人的生活方式 本土语言以及民间仪式 都传承了三种当地的文化 自万象 兰纳和苏克泰 之所以 陈毅甫便成为了聚合这三种文化的 陈毅甫被称为泰国最重要的生产食物之地 因为陈毅甫有许多可耕地的农田 大部分人民都是靠着果园和农田生活 施利级水库和三条主要河流 南河 塔巴河 德伦河 除此之外 它与老挝有着145公里长的边境线 使得他温普渡边境的经济非常繁华 再加上周边也有几处贸易优惠区 淮党区 马哈腊区 使这儿的经济往来每年超过2亿泰铢 旅游方面 不过近几年 在各部门的推动下 也有不断上升的局势 同时 陈毅甫的各个旅游景点 陈毅甫的历史及文化方面 也吸引着游客的到来 主要是通过陈毅甫可以连接着 四个被称为世界遗产的甫壁甫壁甫 苏可太府 斯萨叉纳来 朗博拉邦以及陈毅甫也是印度 中国和东盟的一扇门 陈毅甫有一个促进附加值的基本系统建设 也是通往太北与东部的一个重要通道 这里各类交通运输方式都十分便利 在规划中 它也将成为太北最大的铁路运输物流中心 陈毅甫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加上陈毅甫的人名 将会让陈毅甫的发展变得更好 家庭与社区建设更稳固 农业 工业 本土特色产业更发达 文化一时的投资发展 旅游业 恢复水源 自然风光的项目 促进对环保能源发展等等方面的提高和建立 同时也直接推动了商业 投资业 旅游业的进步和完善 另外 陈毅甫周边邻国的和睦关系和密切交流 都为陈毅甫的未来的前景 提供了保证和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